理财竟在运通 全国的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准备收看今天的稳超胜券节目 那当然今天的加权指数小跌了36点 也就是说你最近所看到的加权指数 跟你心目中的一个加权指数的走法 我认为的话这个地方你们会产生怀疑 也就是说这个台面上面 当然有很多的分析师他会告诉你 这个大盘今天走空了 明天开始又翻多了 今天是空手 明天怎么样又开始去买股票 讲的真的是很离谱 严老师不是说批评人家 我的看法严老师的看法 我会让你知道 为什么现在大盘还是在走多头 我等一下会拿证据给你看 好来 今天的加权指数来 早上一开盘是开高 在这个地方你不用去做出个追高 为什么 因为最近涨的股票都不是你手中的股票 最近涨的是什么 叫做太阳人的 那今天最强的股票叫什么 叫做这个塑化股 对不对 好 也就是你找盘的部分的话 你不需要去做出个追高 不是说因为说今天尾盘下跌 因为这个大盘从头到尾 从这一天7月28号 加权指数来到一万三千点的同时 这一天嘛 对不对 他有没有走空 他没有走空 很奇怪 这一下跌 这个暖体就告诉你 这个地方好像翻空了 只要美国大跌 台湾一些分析师开始恐吓你了 说这个地方 怎么样怎么样 这严老师的看法非常中性 我们再看一次 你认为从所谓的7月28号 加权指数创新高 一直到今天为止 8月13号 接近了一个多月 这个地方有出现空方讯号吗 没有 完完全全没有 你不管用所谓的均线理论去看 你用所谓的量价结构去看 你甚至去看美国总统川普好了 川普有跟你说 这个盘子开始惊吓了 不是啦 自己吓自己 自己吓自己 我相信盘老师的节目 都是解真实的盘 讲真实的行情 我认为这样子对投资人 应该会有帮助啦 不是每天那边磕瓜子 跟大家聊 聊一大堆 今天下跌要小心 明天上涨要去买股票 解冻似后盘 我觉得意义上面不大啦 那盘老师有没有事先讲 有没有事先讲 来看这边 这边是7月28号 来导播拉近 加权指数来到1300 34点 这个地方是这个波段里面最高 拉远 也就是说你从所谓的319 这一天开始看 一直开到7月28 你这个地方操作应该就是偏多来操作 没有错吧 偏多嘛 从所谓319开始 3月29号一直到7月28 因为家庭指数创破断新高 这里面大涨的股票很多 我有没有事先讲 有 甚至来到波段的一个新高 我还跟大家讲说 你在这个地方就不用追啦 因为盘老师在这个地方可以画一个彩虹啊 这个地方操作难度就比较高 叫高手盘嘛 我相信你长期收看老师节目的 我都解得很清楚啦 那你从所谓的319开始操作 只要3月份去放空的 4月5月6月7月份 一路放空的 我相信就是直接嘎上去啦 因为当时候的空单就直接嘎上去了 当然这个加选指数下来之后啊 这个空单啊开始回补啊 根本就没有赚到钱 那现在投资人为什么不敢做多 因为什么呀 因为加选指数在高档 盘老师你怎么看 我怎么看对不对 好 那老师从3月份开始跟大家讲 一路讲到7月28号 好 那我们的代表作就在这边嘛 我们的代表作就在这边嘛 其实很多人他很会做 都买到是标股 赚的比一样是还要更多啦 3月份一直到7月28号 你可以得到个验证 甚至到8月份的时候 这个操作难度已经开始增加了嘛 我们就去买所谓的汽车类股了 买汽车类股了 那9月份的操作其实啊 你着重在太阳能的话 你应该比他容易赚得到钱啊 没有错吧 来我们看一下 这张图卡已经过去了啦 我相信很多人跟你讲的都没有用 因为已经过去了 我为什么会拿这张字卡给大家看 我要证明一件事情 你从3月19号开始 319开始一直做到7月28号 这个地方绝对是多头走势 好 那为什么多头走势里面有所谓的集叠 这个很简单 时间来到8月20号 这是7月28号 创破断新高 来打破拿新号 这一天是8月20号 8月20号发生什么事情 这一天盘中大跌了600点 收盘小跌了多少点 400点 刚刚好碰到我们这个生命线 刚刚好碰到我们的生命线 我跟大家讲得非常清楚 这个地方反而是怎么样 是买点不是卖点 为什么 因为它是多方控盘 它是属于一个多方控盘 好 那现在的加选指数就跟当时候8月20号一样 投资人又有疑问 老师这个大盘会不会走空 我直接斩钉截铁地告诉你 今天老师推出来一张叫做什么 叫做推背图 你现在的节目你要看仔细哦 这一天是所谓的8月20号 严老师跟你讲急杀就是买点 好 那老师你今天要告诉我什么 好 来 来导播拉近 来 7月28号是这一天 现在这个生命线又走到这边 也就是说你看最近的行情 会碰到这根生命线 最好是讲破底之后怎么样 穿头 为什么 因为8月22号我们看到这一根 这一根对不对 杀下来的时候融资减少多少 减少55亿 来导播我们看下面 这一天8月22号 融资减少55亿 我今天告诉大家一个事情 叫做故事会重演 8月22号的融资减少杀融资 这个故事会重演 所以说危机就是转机 好 注意了 来看这边 我已经今天事先跟你讲了 这个大盘会去测这个所谓的生命线 测完了之后危机就是转机 危机就是转机 好 我今天把这个所谓的大盘的趋势 为什么要解得很清楚 你看这种趋势 你对未来的股票操作 你才有信心 如果说你看不懂趋势 你去操作任何的股票 我相信有时候买到明明是一档标股 但是你抱不住 洗一下就卖出去了 后面涨上去了 你又开始追了 对不对 对不对 我讲的应该没有错吧 所以说我今天要提醒大家 未来的走势里面可能怎么样 可能还是会跌 但是老师今天先跟你讲了 君子问凶不问急 高手看盘先看跌 老师下跌有没有什么好处 下跌好处多多 来下跌 下跌一起来挖宝 我已经事先讲了 不要说等以后下跌之后 你说老师下跌我好怕 我今天直接跟你讲 下跌我们 严老师带着你一起来挖宝 这是上涨的时候 你随便做你都赚钱 我不要拿这个来跟你炫耀 跟你炫耀干什么 你自己都会做 你从上月19号一路做 做到7月28号 四个月的操作 你随便做 你把你的存折打开看一下 你轻便做好吗 搞不好有些人做得比老师 对不对 还要更强很多 但是老师是稳健操作的 我相信我的方向 并不会去看错了 当然你要操作 操作所谓的太阳能股票 对不对 我们在节目里跟你讲到 这张股票叫塑合 我为什么要去做它 至少它是太阳能的龙头 它是导电缰 我不需要去做一些奇奇怪怪的 小股票了 我只是说以这张股票 这个叫3691的塑合 我相信我们每一年 好像都有操作这张股票了 你该买就要买 好不好 该卖就要卖 有没有做 我相信你看我们节目看那么久了 我们都是拿证据给你看 9月2号涨停板 我直接就把你绣在这边 9月3号再涨停板 上个礼拜五 我跟你讲要先出一趟 因为操作是有买有卖 那小型股的话 还可以注意哪一档股票 来这档股票叫国硕 国硕 它是塑合的母公司 这个价位比较低 我相信这个应该都买得起 这个地方已经涨了八成 已经涨了八成 所以那股票操作 在节目内一直跟大家讲 你要买底部的 你要买未来会大涨的 你绝对不是说 去做出个追价的动作 今天早上你去追的话 我相信都赚不到钱 对不对 但是没有关系 这个大盘可能明天后天 经过一个大洗盘之后 未来这条路就走得很顺 未来就很多的标股会出来 会不会跟这个国硕一样 会不会 今天直接怎么样 跳空就涨停了 但是要先卖一趟好不好 这股票我要先讲 要先卖 很多人讲股票也好 很多人讲股票也好 解盘也好 对不对 他不会跟你讲说 这个什么时候买 什么时候卖 我们给大家做出一个参考 股票要买 我相信每个人都认同 要买在所谓的低档区 要买在发动点 你不买发动点至少你要买转折 你逢高了 你卖了 也许你卖错了 因为怎么样 可能未来还会再涨 至少你可以先做获利路贷的动作 你先卖一趟把钱放口袋 未来拉回 如果说趋势没有改变的话 你自然而然的 你就可以怎么样 持续的来做出一个操作 那9月份的一个操作 其实它的难度上面 投资人会觉得说比较高 为什么 因为大盘就在这边震荡整理 它不是走空走多的一个关系 它是告诉大家 你心里面的一个 所谓的承担的一个能力 我相信我从这边开始跟大家讲 这个地方绝对不会有人去买 大概比较笨的人才会去买 但笨蛋很多 就像最近参加严老师会员的人 很多很多 很多很多 我个人觉得也觉得非常的惊讶 我后来知道原因了 他们信任严老师 因为他们看节目 不是看一天不是看两天 严老师在节目里面 都是解真实的盘 讲未来的行情 绝对不是跟你马后炮 今天涨这个拿出来跟你讲 明天涨那个 拿另外的出来跟你讲 我跟你讲 你说你未来要去做的股票 就是低位阶的 就是从底部开始发动的 你现在来参与的话 你也许会认为说老师 现在来参与会不会太危险 不会 不会 我该给你的 我都会给你 这个你放心 那9月份的操作当然 明天后天是关键 我希望它跌深一点 我希望它回档大一点 我希望它去做出个震荡洗盘 这样子符合 严老师 维基路士的一个需求 但是我的会员应该都知道了 目前为止我们就开始在布局了 布局未来会大涨的股票 未来会大涨的股票 其实你要去注意 第一个 第四季的一个 所谓的产业前景 应该是非常好的 大户中实户的话 应该就开始锁定了 那在下跌的时候 你一定要赶买 就像当时候的骑鸿 24块的骑鸿 有人敢买吗 有人敢买吗 没有人看好 没有人看好 股价涨上去的时候 涨了一倍 涨了快两倍了 这个时候就有人看好了 看好的原因是什么 他跟你讲什么 这个法人投信都在买 是吗 那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你没有看好呢 股票有买有卖 有买有卖 不是每天买 每天买 七红是这样子 香昂 香昂也是这样 卷空单2500张 我跟你讲会嘎空 我跟你讲会嘎空 三大法人在第四季还是看好 所以说双红他发动点 大概在100块钱附近 直接拉到200 直接来到250 100块钱的股票来到250块 涨了1.5倍 我相信一挡双红 就能够让大家怎么样 发家自负 就能够让大家怎么样 变成周润发 发歌 所以说掌握十几点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说我们历史再往前面推 老师五月份你送这档股票 我那时候觉得说这档股票 好像不怎么样 你为什么说是高门土器 现在大家都知道了 秘密LED的机台 高门土器只有今天一定要拿到 拿到的去做的人 应该没有后悔了 来再送一次 为什么要再送一次 老师为什么 我怕你对这个台股没有信心 我怕你赚不到钱 这就严老师最担心的 投资人其实现在你手动的资金 我相信部位一定非常大 但是当这一两天行情 开始做出一个震荡大洗盘的时候 你不用怕 你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就像当时候 五月份的时候有人跟你讲惠特吗 有没有人讲 这个六月十二号送给你的 惠特接班的人有人告诉你吗 也没有吗 我在节目里面我再跟大家讲 来我给你画仔细一点 国内的厂商叫金电 他会做拉货的动作 他是做所谓的点测 跟所谓的分选代工 机台从两百 一路看到一千 老师成长五倍 机台成长五倍 业绩会不会成长五倍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要给你看这 很多人不会做 是要做价差还是做波段 你来找我好不好 你不来找我我也没有办法 对不对 我在五月份送你一次了 六月多少 六月十二号 我再送你一次 我一共送给你两次 那这档股票从58块钱开始起涨 老师啊 58块钱乘以2的话 刚刚好呢 100多呢 他涨到快到200了 也就是说这档股票涨了三倍 起三倍 股票还有人怎么 赚不到钱 真的喔 真的很奇怪喔 涨了三倍的股票 竟然有人说赚不到钱 那你看节目在看什么 看节目在看什么 老师我在点试 啪来啪去 啪到你的 你在送资料 就不用钱嘛 就不用钱啊 对不对 我打一通电话我来拿就好了 拿一拿会不见得会去做动作嘛 这个就是所谓的投资人啊 但是为什么最近参加 颜老师的人非常多 因为他们不会做了 他们看到这行情不会做了 他们回想到从前了 老师喔 越越都有加做 每一档股票都是事先讲 那九月份的话 干脆直接嘛 对不对 跟上我的脚步就好了嘛 那九月份要注意什么 来注意这个啦 老化老化 来 投信作上第一个 拿股票要做业绩财报好的股票 还有忘记效益了 谁会去买的 大物中食物 所以说你现在赶快来布局好不好 这一两天大盘会拉回 你赶快来布局 你有布局 未来才有收割 我们这边有锁定单股的 请大家怎么样 共襄盛局 我平常不会送什么研究报告 不会 因为这研究报告很厚啊 很厚啊 对不对 很厚啊 我平常不会跟大家讲说 老师有一份研究报告 请大家怎么样 打电话进来拿 因为这个公司讲说 你这个资料的话非常宝贵 有时候自己用就好 不需要拿到电视台去送 但是我觉得啦 该给大家的福利 我还是会给大家啦 但是你要好好的把握 这么厚的一本资料里面 你看到的股票 骑鸿 香昂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散热的 这个茂连叫做汽车的 还有被动元件 还有触控 你最少有看到三个族群了嘛 但是我跟你讲 党党都标 我今天不会说把那个什么 标的拿出来讲 不标的都不讲 不会 你这个机密资料党党都标啊 党党都标啊 现实专送好不好 我礼拜五送过了 我今天为什么还再送一次 为什么 因为很多人还是打电话进来 老师我没有登记 我没有拿到 那没有关系好不好 我们今天就开放最后一天 爷老师说到做到 就只有现今天 今天过了之后就没有了 那怎么样来拿 非常简单好不好 你今天要打电话的好不好 今天要打电话的 打电话你记得电话要拨通喔 因为电话比较难拨 我们公司有20条专线喔 你电话打通之后麻烦你怎么样 一定要留下 一定要留下姓名 一定要留下联络的方式喔 那你拿到这份资料之后对不对 拿到了嘛 好那你直接把它打开到第一页好不好 第一页 第一页有哪些股票来看到 老师这个太阳能的缩合耶 这是未来被动元素的国具耶 还有湘昂耶 还有维森耶 阿惠特耶 GIS 你现在看到的喔 你现在看到的是第一页而已喔 也就是说我们让你一起怎么样 来参与啊 好你先把重要资料先拿到 打开第一页 打开第一页 标股一栏表 我这边有重点提示啦 直接告诉你啦 所以说你今天电话怎么样 一定要拨通啊 拨通之后一定要留下姓名跟电话 9月份涨什么样的股票都在里面 第四季会涨什么样的股票都在里面 你今天电话一定要拨通好不好 你直接扫描QR Code的 然后直接加LINE的 你留下姓名跟电话 你就直接进去点击 不用客气了 没有拿到的动作要快 已经拿到的就不要再拿了 今天开放给还没有拿的 下跌要赶买记得 严老师送给大家资料 自己的权益自己要保护 今天电话没有拨的 自动放弃 今天QR Code没有少的 那你就要再等 再等一次要等到明年喔 明年了 这份机密的资料今天电话要拨通 QR Code一定要少 少了之后的话 9月份第四季涨什么都在里面 好好把握 扫描QR Code 记得要留下姓名跟联络的方式 打电话进广告 好 轮原投户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动机盘式策略宣布 轮原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奇迹 赢家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轮原投顾年分析师 毕竟多次蜿蜒于空头 拥有二十多年股市经验 擅长基本面分析 经验大盘结构 最能冻足极限 充分掌握风险 激起拜访公司 深入产业研究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几效 是您启动财富的最佳导师 轮原投顾智库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轮原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排斥策略宣布 轮原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奇迹 赢家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红灯冲啊 麻烦靠边 有警察 添酸 大圣啊 千般不趟落跑啊 违规据原来点逃逸 不仅危险 还要多吃一张最重三万元的罚单 并且调扣驾照六个月内 瞎鬼 会这么大 万一撞伤或撞死执法人员 更会被罪重处罚十五万 并吊销驾照哦 那被赖喉 我看还是乖乖配合好了 违规据解逃逸 重拔加扣照 致死伤 吊销驾照 内政部警察署关心您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当然这个最近的大盘 它会去做出回撤的动作 这个地方我已经事先讲了 回撤要做什么动作 要去做出买进的动作 你千万不要被最近的行情 好像怎么样 好像老是快要跌了 不是这样啦 我刚刚解释的都非常清楚 之前测一下什么生命线嘛 那最近这一两天也是一样 力空来测试 力空来减少什么 融资的一个筹码 这个就是所谓的主力 控盘的一个心态 那我必须要讲 来很多事情 这几个字就可以代表了 真人不露相 厉害的人不说自己真厉害 露相的就不是真人 来看一下 有人喜欢常常做的你知道吗 他不会每天告诉你 每天告诉你他有多厉害 跟你讲厉害没有用嘛 真人不露相 露相非真人 希望大家的操作 所选择的股票都能够跟这个一样 都很强 都很强 对不对 帽连也是一样 涨那么多了可以先卖一趟好不好 先卖一趟 有两笔单嘛 两笔单都可以先卖一趟 你等拉回的时候再来做 都来得及啦 所以股票其实就是一个买点 一个卖点 掌握到一个精准的买点 跟所谓的确实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高点 所以说之前跟大家讲的 跟大家讲的你就要注意到 未来还有什么股票 跟这些股票一样 我今天对不对 特别告诉你 尹老师今天大放送 我真的啦 研究报告我很少在送啦 你看老师节目看那么久了 在运动财经台 老师有送过这么厚的研究报告吗 有送过极机密 现实专重的吗 没有啦 今天对不对 你只要怎么样 打电话好不好 电话一定要拨啊 电话拨通了之后怎么样 你姓名电话一定要留 留了之后先打开第一页 因为第一页最重要 第一页你就可以看到 这些股票啦 怎么做 老师都有给大家一个重点的 一个提示好不好 先把资料先拿到 这资料先拿到 拿到之后立即打开第一页 马上开 马上开 马上开很重要 我都写得非常详细啦 好不好 所以今天好好把握 你可以直接打电话的 你就打电话 电话比较难拨 记得一定要拨 拨通电话 记得留下姓名跟联络方式 如果说你是姓老师好朋友 你已经加LINE了 你现在要的话 必须要怎么样 留下你的姓名跟电话 如果说你是新朋友的 今天赶快利用手机来扫描 留下姓名跟联络的方式 先拿到这份资料 拿到之后对不对 我们还有所谓的第一页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你要先看 所以今天的节目 老师这个极机密的资料 最后一次送给你了 以后就看不到了 所以说赶快扫描QR Code 赶快怎么样来拿 扫描QR Code记得 留下姓名跟电话 直接点击就可以了 我们明天见 本属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赠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独立则 线上直播最中心 分析师精准盘事解析 虽算虽看 很方便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不关系 跟你安赖在一起 专业研究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绩效 是您启动财富的最佳导师 轮源投资 智库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轮源投资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美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盘事策略宣布 那么